微商,我就静静地看着你瞎编,最近在微博刷到一条微商文案用词跌宕起伏,语气苦口婆心配图使用,让我都忍不住点头表赞同,差点,想成为总代理的小代理,没想到随即便被网友们扒出,这是刘嘉玲和妈妈的合照微商们,为了卖货把妈妈变成同龄人。 我觉得嘉玲姐看了之后,心里应该有很多句MMP要说,其实微商编故事的功利大家应该早有耳闻江湖上感跟他们一较高低的,也就只有文学大师蛋根带构,门爱用形容词叠加的手法不同微商们胜,在看图说话的瞎掰技能,比如在国外出席嘎纳红毯活动,的李宇春莫名其妙的,就被嫁给了外国老人家, 裤子妈妈在朋友圈微商那里,看到的消息还特意跑去问时,老师这编故事的能力,让编剧们都望尘莫及讲真。 要是微商们都转行,说不定能拯救天天翻拍改编的影视行业。 在微商们的眼里耿直女演员,现实版签送一张语气不过,是拼命奋斗买爱马仕的代理,整容姐妹花八二二原来,可能是母女王丽红,娶了个微商老婆。 平时看都不看她,天天蹲机场的红桥一姐,居然跟刘浩然,在一起,了刘亦菲和洋洋,一边参加电影录演,一边就唠叨了个大代言,久不露面,的张翰。 别以为躲在角落,我就看不到你,久过美女张婷因为微商左手家庭,右手事业而家里有滑雪场,和游乐园的安迪奶奶,连两千块都出不起,要砸锅卖铁,才能送孙子去补习。 网传比思聪还有钱的勤奋,居然是靠微商发家致富的,新代理成龙花甲之年,依旧敢想敢拼,仅用了一个月就赚到一桶金。 不仅如此,他们的交友圈还特别广,只要你有热度真似海之内,皆好友他们是菊姐的资深闺蜜,他们是违逆天使的秘密绝招,他们给了全志贤第三次新生他们让影儿受成闪电, 甚至还帮孙一珍找到了小奶狗,他们不仅跟马爸爸兼并兼交谈,还能跟奥巴马进行跨时空会晤反正,你永远不知道在微商的剧本里,你会被安排成什么角色,看他们写出如此跌宕喜福的精彩故事。 我真心建议各大影视院校招生伴,把目光放在微商们的身上,拯救中国影视行业的艰巨任务,就交给实力强劲的代理们吧。 说明镜与点点栏目